为了石门区老梅路日前有民众反应往金山方向台二线要左转弯进老梅路的机车用路人 直接左转相当危险 为此也向市议员郑宇恩服务处来澄清 就在日前服务处也邀请相关单位现场会刊 要来解决这个交通的问题 这个路段就是在台二线要左转老梅石潮的方向 那接获民众的澄清 非常多的这个大小客车或者是这个慢机车啦 机车等等呢曾经在这边发生事故 我想呢对当地居民的这种行的安全非常非常的受到威胁 于是呢我们就服务处跟着这些相关会刊的单位呢 就一起到这个地方来做会刊 时机来到台二线与老梅路的路口 可以见到台二线为两线道路幅较宽 机车用路人转弯进入老梅路 时常有闪避不及等意外的情绪发生 为此也希望能够将这个问题来改善 还给用路人安全的用路环境 会刊后的结论 就是说我们近期之内呢 公路总局呢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路口呢 增设地上的这个机车带软区 还有呢机慢车二次的回转 市议员证员服务处表示 在日前的会刊过后 决议要在通往金山方向的台二线与老梅路口处 划设机车二段式带转区 并且在接近路口处的台二线旁 设立带转标示 期盼透过机车带转的方式 改善机车左转弯危险的情形 保障右路人的交通安全 记者料品函十门采访报导 变得很好 对 转向前凡 律 感谢观看